1999年12月16日那天 在瑞典森林中的一件小木屋里 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访谈正在进行着 观听看地走近神奇 这里是信不信有你 大家好 我是李明 1999年12月16日那天 在瑞典森林中的一件小木屋里 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访谈正在进行着 采访的记者叫奥莱 是小木屋主人EF的朋友 是他特意要求她来见这位要访谈的对象的 温暖的小木屋里 坐在EF对面的是一位年轻的陌生女子 当她向奥莱展现她真实的面目的时候 奥莱吃惊的嘴都无法合拢了 她不是一个人类 她告诉了奥莱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奥莱一生对不明飞行物 外星人和其他奇怪的东西都持怀疑态度 当EF打电话给她告诉她第一次接触这个非人类的时候 奥莱还以为EF在向她描述一个她的梦境 但当她亲眼目睹并访谈了这个非人类后 她说我再也不能否认她的话的真实性了 这个访谈进行了三小时六分钟 这个非人类叫莱瑟塔 访谈过程中莱瑟塔向奥莱展现了她的各种心灵感应 和心灵遥控的超自然能力 她能在不接触桌子的情况下 让桌子上的笔移动和跳舞 让手上的苹果飞到大约40厘米高 奥莱记录下了这次访谈 称她为莱瑟塔档案 她说在2000年4月23日 她还会和莱瑟塔再次见面 莱瑟塔或许会允许她揭露更多记录中缺失的部分 以及即将到来的战争 访谈开始 奥莱问你是谁 莱瑟塔说 正如你亲眼所见 我不是一个像你一样的人 说实话 我也不是真正的哺乳动物 我是一只雌形爬行动物 属于一个非常古老的爬行动物种族 我们是在这个地球上生活了数百万年的原住民 你们的宗教中提到过我们 比如你们的基督教圣经 许多古代人类部落也知道我们的存在 把我们当作神来崇拜 例如埃及人 印加人和许多其他古老部落 你们的圣经中扭曲了我们在人类创世中所扮演的角色 所以我们在你们的圣经中被称为邪恶的蛇 如果你问我 我是否是外星人 我一定回答不是 我们是这个星球的原住民 我们在太阳系里曾经有过十名地 但我们起源于地球 这里是我们的星球 它从来都不是你们的 奥莱问他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莱瑟塔回答说 从人类的概念来讲 他是一个好奇的学生 他在这里和人类交谈 并展示真实的样子 透露所有的秘密信息 接受访谈 是想看人类对此如何反应 奥莱还问到了有关UFO和外星人 问外星人是不是就是蜥蜴人 莱瑟塔回答说 一些观察到的不明飞行物体呢 是属于他们的 但是数量极少 如果是亮灰色金属 雪茄形状的飞行物呢 大约在20到260米之间 有5个红灯在金属的表面 可能就是他们的 如果真的想看看他们的飞船呢 在北极南极和亚洲内部 尤其是有连绵山脉的地方 或许能够看得到 一种小的碟形飞行器呢 通常是属于另外一个外来物种的 三角形的不明飞行器呢 通常是属于人类的军方 但使用的是外星技术建造的 莱瑟塔还说 代表我们物种的有两个主要的象征 一个是一条蓝色的蛇 黑色的背景上有四个白色的翅膀 这是个古老的符号 在人类的古迹中经常出现这个符号 另一个呢 是一个圆圈 中间有七颗白色的星星 这象征一个神秘的存在 但不是卯秀星团的符号 这七颗星星是行星和卫星 象征的是在它们之前的太阳系的 七个殖民地 星星被显示在蓝色背景的前面 龙形圆圈表示地球的形状 七颗白色的星星代表月亮火星 金星和木星土星的四颗卫星 它们过去曾在这些星球上殖民过 后来两个殖民地不再实用 并且被放弃了 变成了五星 大约在6500万年前 它们还是恐龙族的时候 许多未进化的祖先 先死于一场巨大的全球性的灾难 这是一场发生在人类行星轨道 和高层大气中的敌对外星群体之间的战争 但被人类的科学家错误的认为 是小行星撞地球 这是第一次发生在地球上的外星人大战 这场有着6500万年历史的战争的双方 是两种先进的外星物种 人类的舌头无法念出它们的名字 一个是比人类古老得多的类人种族 来自人类现在称为南河三的星座中的一个太阳系 另一个也是爬虫类物种 但不是蜥蜴种族 它们来自用人类的概念无法理解的地方 因为人类的科学家还没有真正理解宇宙的真正本质 不合逻辑的头脑无法看到最简单的东西 而且依赖于错误的数学和数字 而这就是人类基因编码中的一部分 莱斯塔说人类对宇宙的认知几乎和500年前一样无知 用一个人可以理解的术语来说 其他物种不是来自这个宇宙 而是来自这个气泡宇宙中的另一个气泡 人类可能会称它为另一个维度 但这个词并不能正确的描述它 他说人理解维度这个术语的方式也是错误的 先进的物种在气泡宇宙中行走的方式 是通过使用人类所讲的量子技术和一种特殊的冥想方式 尽管蜥种族与人类相比 有着先进的精神能力 但是不通过科技也无法穿过这些宇宙旗袍 但是其他种族在这个星球上是可以穿越的 人类的祖先称它为魔法 按蜥人历史中的磁场周期计算 第一个类人物种从南河三的太阳系到达地球的时间 是在爬虫人之前的150年左右 在以前的大陆上建立了一些殖民地 在人类称为南极洲和亚洲的大陆 很自然的与蜥人生活在一起 但是当另一个高级爬行动物物种进入到这个系统中时 先来的类人物种试图和它们和平交流 但没有成功 仅几个月一场全球性的战争爆发了 第一次地球大战引发战争的原因 不是这两个物种对这颗年轻的星球感兴趣 而是因为这两个种族都想拥有地球上的同元素 它们在太空和轨道上进行了一场短暂的战争 一开始是人形物种占优势 但最后爬虫军从太空发射了一个强大的武器 一种特殊的巨变核弹的武器 它可以摧毁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形式 但不会破坏宝贵的原生材料和铜 在人类称为中美洲的地方爆炸了 结果一场致命的辐射导致大量氧巨变的结果 超出了爬虫军的预期 引发不同元素的沉降和近200年的核冬天 大部分的类人生物都被杀死了 几乎所有的恐龙和爬行动物都灭绝了 人类科学家今天把地面上的1的浓度 看作是小行星撞击地球导致恐龙灭绝的证据 其实是核聚变炸弹燃烧过程中产生的不同元素 包括1 核冬天在200年后结束 但地球上比以前更冷了 在战争结束和恐龙灭绝的5000万年后 只有三种高级爬行动物和所有其他低等动物 一起留在这个星球上了 大约1000万年前 爬行动物通过发明操纵基因技术 消除了基因结构中的分裂倾向基因 创造出的最后物种就是今天的莱瑟塔 原始祖先与恐龙生活在一起的爬虫类生物 在人造大灾难中幸存了下来 经过4000多万年 净化在1000万年前完成 这个时间跨度对EF和奥莱来讲 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莱瑟塔说 我知道这对你们来说绝对是难以置信的 因为你们是一个年轻的基因工程物种 你们的历史认知只有几千年 你认为这是正确的 但事实并非如此 这是不可能的 你的思维被编程 显然无法处理如此大的时间尺度 早期的哺乳动物祖先在原子弹爆炸中 幸存了下来 是和恐龙一起进化的 在接下来的数百万年里 它们进化缓慢 心智和智力只是简单的动物 而在这个小时期里 人类的生命是被创造的 如果人类认为自己是进化来的 莱瑟塔表示 那你们人类比我想象的还要无知 大约1.481年是类动物哺乳动物进化的时间 大约200万年是像你这样的智能生命发展的时间 问问你自己 你真的认为这种加速进化是自然的吗 到了大约150万年前 另一个类人外星物种北欧人来到了地球 他们和蜥蜴人发生了一场战争 北欧人的兴趣不是原材料和铜 而是落后的类人猿 为了在未来的战争中将类人猿作为奴隶种族 为他们服务 他们决定帮助类人猿进化的更快一点 但蜥蜴人并不喜欢北欧人在他们的星球上 北欧人也不喜欢他们 所以人类讲的第六和第七次进化 就是蜥蜴人和北欧人战争的原因 在人类的圣经里 也可以读到那场战争的部分内容 但使用的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描述方式 真正的真相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故事 奥莱好奇地问 6500万年前外星人之间的战争 发生在你的族人变得真正聪明之前很久 为什么你知道这么多关于第一次战争 和你们物种进化的事情呢 莱斯塔说 大约16000年前 他们的考古学家在北美的大陆上 发现了一个直径约为47厘米的磁性材料 制成的圆盘子 这个盘子里面还有一个小的水晶盘子 在水晶的分子结构里面有大量的信息变码 这个记忆板是由被北欧人制造的人类 在距今6500万年前最后一次爆炸后 幸存下来的人类制造的 被发现的时候仍然是完整的 从这个记忆板中 西人了解了发生在遥远的过去 并导致恐龙灭绝的事件 两个物种武器包括核聚变炸弹 地球上所有的动物 蜥蜴人及其前智慧祖先物种的详细描述 莱斯塔讲的是真的吗 你相信吗 好了 我是李明 这里是信不信由你 分享视角共享资讯 与您一起看世界 欢迎大家留言提问 也可以告诉我您想听的话题 最后给大家分享一段疗愈的音乐 让我们抱着一个安宁的心境 来面对这纷繁的令人瞠目结舌的世界 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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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